一直要問老師的是油管的以前的大番茄這個蒸肉 在煮一樣要煮油 那要請問老師倍速正常就可以嗎 要蒸下去之後是先滴水 還是說可以直接滴這個養育 這個東西是這樣就是說你長這個在營 譬如說我不知道你營的一般來說就是正常的這個皮屬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把他看一看油有的油流比較重 譬如說我們正常在用這個玉米蘇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一千杯一千五杯 不然很少叫你用八百的 但是你在這個 還是用殉狀藥包鑑菌 五百杯一千杯八百杯都很好用 也很少叫你說用很重 但是因為我們在這個裡面在潛水的時候 像這種玉米蘇你就可以拿得比較多一順 這個殉狀藥包鑑菌 你可以把他拿得比較高 因為那量很少 你用的量很少 我們就給他拿得比較高 正常這個油 通常就是 剛好就好 譬如說 我們最接用到的這個佛比拔克 這 德索阿伯 如果是種這個膠類 特別像柴膠 這類型的 通常我都會去針佛比拔克 針佛比拔克 針佛比拔克的目的是要創新的 針佛比拔克的目標就是防疫病 還有一些漲開筋 感覺上就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通常會去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 這個風遞 這種風遞的這個規定 正常是稀釋一千倍 我們就交一千倍來用 這樣就好了 不用加工 正常的這個倍速 現在針佛比拔克後 一樣就是剛針佛比拔克後一定要先灌水 尤其我們知道針佛比拔克 這個費用和這個途中 他通常要合作費 就是說因為你 那是 有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要灌水後 這垃圾的解決目的就是希望說 這個東西可以跟這個合作費 所以一定要先 通常就是不用趕緊瀏肥先讓它有水就好了 水先讓它這個 尤其你如果是做這種洋溢栽培來說 你通常種下去就先滴水 這個滴水的這個 通常是一到兩天就可以了 從這種溫度正常來說是第2天 第2天你就可以開始 這第3天開始 第1天清水 這跟這個土可以有一個平衡 讓它先 先均勻 放開 第2天又1點清水 第3天開始的EC值慢慢慢慢的 初期 為0.8 1.2 1.0 1.2 慢慢增加 按照這個階段性的增加 在災害時尚最好是說可以控制 這個0.6到0.8 在台灣比較不可能 因為我們的水本身有的就超過0.6 所以你來比較多一下 所以大概在0.5 0.8 這個東西 要讓它 這個正常 要去慢慢加 一段時間 開始生長 第幾天 還是比較適合 逼勵慢慢 到什麼時候 到正常到開火 你看起來 通常是第6片到第8片葉子的時間 EC值就優到正常 1.8到2.1的中間 你如果是做高EC要做糖度 可能會優得更高 優得更高 不然大概就是維持在1.8到2.1 這個環圍 在裡面 通常有一個比例 通常在我們種 包括在 甘米在做高EC的 這個 這種栽培 這也是不可以一步就拉起來 這也是 看來 一個媽媽來 媽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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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 慢慢升高 一種 通常是他 很重要的 這個地方 就是說 在財布管理的時候 那麼 很重要 就是說 需要 用這種 緩慢 讓他慢慢增加 這種 這個 做法 慢慢 慢慢 這樣起來 他很快 就能把 這個 控制條 我們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在做的時候 是這樣的 這個 這個 做法 所以這在這裡 可以讓你 稍微做一個 參考 就是說 這個 控制這個方式 頭 這兩天 一般 他都會 這種 就 算 在這個方便 會稍微給他 稍微 低一點點 這一次一次 這個公反 沒什麼 一樣 那麼 不然 這是比較像 日系的 這個 這個管理方式 你如果是荷蘭的 這個部門 啊 他們通常 一斤民的 他們就 就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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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的就是说你有可能是用AV肥 比如说你如果是做滴冠 通常那个盖的里面泡一汤 这种的叫做 这样不沉淀嘛 这种就是我们在说的 说这个AV肥的这个方式 通常是有这个折缓 所以那么大概你可以 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控制的这个方式 所以得手大概是第一个 他会去给他做一个通常就是 一般就是在0.8 0.8慢慢的增加 0.8慢慢增加 那么如果是做高糖度栽培 他可能会慢慢增加 增加到2.5 甚至在欧阳在一些特殊的天气 他会去给他增加到3.5 现在3.5开了 他要降低 再让他更生重 这通常会在降低 再降到差不多1.5 1.5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有时候在这个土壤里面 这土壤的极质容易 给他抽出来 这有一个机器可以去抽 这东西给他抽出来 有时候他的那个EC值 还会更高 就是说那里面 大概在他的根圈 那里面我们的土壤的抽出域 在那个培養堂里面有一种 他给他抽真空 他会把这种肥水给他抽出来 这种机子的这个 以时可能的 上座可以到7点多 有的说7点多他活得了 这个机子液含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是没什么样的 所以这大概是有一个 这个 这个 管理的一个模式 所以你稍微注意 了解一下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的土壤感觉要把他抽出来 到这个 到第6片 第7片叶子这些时候 原则上最好不要超过2.0 一般通常的 企业是1.8 从0.8慢慢增加 看看 慢慢增加 然后到第4朵花形成 就是说 由第7片 第7片叶子 第8片叶子开始 以后到第4日会 就是说差不多 在第4朵花在形成 这时时 电导路 电导路 电导路的 电导路的 就把他扭起来 我们刚才说1.8到2.0 那时就是让他 让他稍微大一下 开始有第1个会 开始 差不多都不要超过 这老板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到第4日会 成功的时时 这时差不多是2.0 不要超过3 因为我们台湾 水的移息值比较高 但是你就是 卖会超过3 大概 这每一周就是增加 这个增加的比例 就是说大概 比如说你0.8 0.8你现在就是 大概三天 通常是 每三天是一个阶段 比如说 一个星期大概增加 0.5 所以你把他切看看 你一天一天慢慢加 就0.8 加一点点 大概0.9 2.0 2.1 这通常是这样 现在到那个 生中的 到最后 这你可能就能 慢慢再给他提高 这准就是这样说的 这个作品 这样起来 有一个操作的方式 但是我说的 这是小番茄 这跟大番茄 又不一样 这是小番茄 没有大番茄 那么这可能是没什么 但是你这个部分 你如果是大番茄 可能你的这个糖度的要求 没那么高 所以你的 依稀值的不要再 不要冲太高 但是就是这个 总体的这个施肥量 就稍微高一点点 你说你可能就够用这些 但是你这个电脑底 大概能够到2.5 不要超过3 大概这个范 因为你超过2.5 起来 一般来说2.1 2.5到2.2 起来 为什么叫2.5到2.2 到底是2.2还是2.5 你看你的水的 一个基本的 依稀值 是什么样的 一个素质 这有一点点 这样是 依稀值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你可能可以加加2.5 因为肥量比较高 我们是用这个 依稀值电导度 DSPM 这种的浓度 来给他做肥量的监测 因为你把他记录起来 就有一个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让你稍微做一些参考 那么这一图 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一图 这是日本 日本 一个大种农业科技 这个植物栽培研究所 所提供的这个 资料 他在买一个 他就是利用他的肥料 在日本的这个 这种无土栽培的 杜素都是用AB肥 不是说他都给你配好好的 你照这个浓度 多少比例 如何调整 我们就用AB肥 A肥加B肥 这通常就多一个 多多一个硝酸盖 他通常是三种肥料 三种不一样的 一个肥料 一个A肥 一个B肥 A肥和B肥 通常比 其中一种是这个 这个 硝酸盖这类的一个肥料 这A肥有时候就A1 有时候A2 A1 A2就是他的质含量 没什么样 并说蓬果池 可能质含量比较高 它是用这样做一个 这个 这个处理 所以 很简单的 所以他们做出来 就很 很稳定 很简单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你参考看看 基本上在 这个番茄 我们可以让你有一点点 这个 机会 你参考看看 那么 如果有机会 你如果对这个有幸福 那么 我们再聊吧 因为 你 你在这个 质值栽培方面 下了一点点功夫 但是 我还是认为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系统性的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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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系统的流程 掌握在你手上 所以你跟我确定 你是大番茄 还是小番茄 他是大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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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大番茄 那我就帮你弄一个 在这礼拜弄一弄 我再转给你 就是说 刚才在说 多少多少你记不住 你还听三遍 你也不一定 很清楚 有一个具体操作的流程 我以 第一个花续形成 以后 他如何操作的流程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 一般 我一般是不太有 我是不太愿意给人家这个 这原因是因为 这个也花了我不少钱 但是这没关系 就是说 你能让你稍微做一些参考 人家是这样去做 为什么 人家一个小番茄 人家是怎么去做 人家是怎么去操作 我们没有精准的设备 但是最没有这种 可以了解到他的原理 我觉得很不错 如果是小番茄 如果小番茄 其实 好买 我们一个好朋友 做得最好的 他的管理 控管的能力 这可能 要大家去学习 因为这质值栽培其实是 稳定 但是他很敏感 你一定要控制好 那么这两年 我们 花了不少时间 当然 最重要就是 在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 这个原地政政的都没吃 这荷兰 荷兰人去做 结果做出来 产量很高 很漂亮 拍出来的照片 真的非常完美 但是那种番茄 小番茄都卖不掉 不吃 大家不喜欢吃 买不掉 整个层口 到买了把大番茄 你怎么知道 一个番茄的种子 多少钱 4.5块人民币 一个经济 4.5元人民币 还不保证 你是一个 百分之百发芽 种子的保证发芽 85% 他给你的一包经济 里面一千粒 多两粒 给你 不够准 每包都刚才好 一千空两粒 你若是 装不八百五十张 你能够说 他就補你钱 人家那样改功德 我们去装出来 不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卖 很简单的一个 这些杜利 结果我们跟他配合 日本的管理系统 后 跟他糖度原来6度 年后变到9.5度 加3度出来 同样的食品 同样的这些东西 为了不同样 管理的一个概念 跟他做一个改变 产量有下降一点点 但是没那么多 平平这个山粮没那么多 但是口感就很好 这个荷兰人吃到了这个 管理的这些当然 就平均摸 他们大概就 就也就走了 他们就觉得 他们没办法 这个东西 他们做不定 这个平静就是这样 荷兰人就来看 看为什么这个品种这么甜 他们认为这个品种 不可能这么甜 结果吃到他也知道 很甜 然后他就跟他们说 这个东西要去申请栽培专利 所以 为什么我不想让人 原因是因为现在 专利申请当中 这专利申请后 后来就是一个 这个栽培这个流程 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 去 那是我们的智慧财产 对吧 我们可以去做这个 有的人说那也没效 但是没效 我们最后就是说 别人拿着 跟我们说 那是他发明的时候 我们拿出来 这是我的专利 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力气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是 不是说 不是说这些东西就 很神奇 只是说我要拿这个东西 来保护自己 这就是 这个平静 他就是这样去操作 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是 稍微再调整一下 比如说你若是小番茄 它是这样 大番茄 它就另外一种 一种 调整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让你稍微做一个 因为你状有大番茄 有小番茄 这个 我们一定要针对 不一样的 这种 拼颈 在这个 方法上 这要有一定的调整 这我们 最近你听听听 我说到两种 两法才会产生良品 这我们台湾人 很早就在说这种好的拼颈 加上好的方法 靠好的産品 好的産品就更好买 简单来说是这样 这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看看一些资料传给你 好